哦 左手的号解封了 那我服带错了呀 那是一个上男戏车鬼 然后是一个中单的颗粒 比较焦虑 那这样的话可以出丁巴在对下戏 上男戏车鬼 被摇摆了 然后都科技补刀 然后咱可以呢 咱俩出那个魔杠 然后对象的话 如果说想打点优势 可以出一个死刑转靠刀 正是说出一个这个 站在别人旁边烧他 他们就会获得重伤 对吧 出一个这个也可以 加强Q的伤害 他漏了不少刀呢 但是我接下来我也可能会漏刀 我真追不上 我来帮我打个机会 我非常感谢 但我是真追不上的 what the fuck 帅啊 他这直接来的 CD斜说出来够色的 走了 消耗消耗他 干嘛 想动我呀 哇 好走 我到了 哎 操了 距离实在是不够 最糟的是 队友还会觉得你是个傻逼 我咋不早点他 因为我这个距离 只有到那个判定距离 但是呢 队友会觉得 来个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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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们刚刚那个大招空完之后人都到这了 但其实我的大招判定范围就到这了 所以说这狼人这个英雄就有点有点瑕疵了你知道吧 他这个设计就有点不太合理 这设计真的是有点点不太合理 他这个大招的基础距离特别可笑你知道吧 你妈大招的基础距离感觉 400多码 我们能适当的消耗即可 不要太过分 然后把兵都打到半水 这样的话 等到拼起来的时候 这些小兵就是哥们的移动血 先埋下伏笔 咦 干啥干啥干啥 干啥干啥 算了 你要没篮子就算了 这种就是刚好队友在旁边 然后想尝试一下 但是对面盐缺这波盾的是非常的棒 我上当了 我想着这个 气亚娜晃了半天 都没看到人 那这波我不至于死了 我是装B了 我有大招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接着特地装了 不过感觉好像我现在跟人打架是最没有意义的吧 我说真的我现在跟别人打架是最无聊最没有意义的 反而容易成为突破可控之后 所有人都优势的时候狼人跟别人打架很没有意义很没品 你不用主动想着杀别人 别人得会主动跟你打 然后你控制好一个安全的距离 别人如果打架在旁边这个人是在给你卖破绽的话 你也急着追 所以过一会他俩就会着急想着约你啥子了 有病啊 非得交个闪搞我一下 干啥 非得诱惑诱惑我 然后我打到他就交闪跑 哎呦 兄弟们 如果说这局可能又有兄弟要站出来说 啊你又躺赢了 你看你这套出装一点用都没有 我只想说一句啊 这把是咱运气好的 你不能说我躺赢啊 我他妈我也很努力啊 我前期吸入鬼这种天赋就是容易被抓 但是就要打单杀 但是咱滚住了 没有给机会的同时 才找机会产生的单杀 兄弟们你们信不信 不超一 不超一两个月点燃会被削弱 点燃现在真的有点过分了 别补兵了过去吧 蛤 不要补兵了 去去去去去 在这吸我两口玩玩算了 蛤 去去去去 别吃别吃别吃 去去去去去去 我真以为我会死吧 不会吧 怎么追我了呢 追啊 没眼了 卧槽 这颗猎不会来了吧 我偷你大坝 这个给我RT下来了是啥意思啊 不应该是我把他的大招顶到吗 我想想啊 他的大招的判定范围 比我的要远 我知道他大招有这个施法动作 他大招有一个打断不了的施法动作 我知道了我给你们讲一下这个被打断了的原理 反正咱这回没啥事干 我还送了全这一半的人头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没法被打断的原理吧 首先其一 就是他的大招 他有一个这个R到人 标记到那个目标之后 不知道大伙有没有被克裂R到的目标 然后那个人交闪 然后那个克裂跟着跟踪着他过墙就过去了 不知道大伙脑子里有没有这种场景 就是克裂跟踪那个人的过程中 这还是一个免疫控制的状态 然后并且这个进入这个状态的时间 他是有一个施法动作的 但我的大招碰到人之后呢 就直接立即生效了 等于刚刚我这个大招呢 是直接被他的大招的免控状态赢过时候 他不是技能有点挤动 知道了 听懂的扣个1吧 来点好懂的 就他出了虚线 然后举着他的分出S朝你干你的时候 对线别人唯唯诺诺 对线狼人我重拳出击 就他干你这时候是一个免控的状态 类似于那一瞬间他就是开大的阿拉夫 然后我的大招铺在开大的阿拉夫上身上 就直接会消失掉 就直接会消失掉 上一波都不是我的大招被打断了 而是我的大招消失了 我一丝的回血都没有 别解释了好尴尬呀 哎呦自然有想听的 那你不想听就出去不就完了吗 那我跟有的想了解其中逻辑道理的兄弟们讲一讲 对线尝尔